那这一句话是上德大师说 如来所以先出世 唯说弥陀北南海 我们今天去讨论 身在这个时代 八万四千话们 门门都是南行道 非常不容易停就 唯一读这一门是异行道 异行道 为什么这么难呢 是难行 不是别的 那这个难行也是设方诸佛所说的 都是这个法门的难行 那这个法门非常容易成就 顺此主舍 我们随顺 上德大师的解释 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 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 为光山道教 其一名言 八万四千法门 到最后怎么样 最后统统归坚图 没有业门不归坚图 那修八万四千的人 修臣 修无量界 往生到哪里 往生到华藏世界 到华藏世界之后 会遇见 文殊 普贤 普贤菩萨 以十大愿望 倒归记录 华音经上有啊 到极乐世界 这才叫真的 旧近 圆满 你看 转好大的一个弯 还是转到极乐世界 所以 真正能相信 大善根 大福德 大音乐 这种人 值得尊敬 啊 先前 我们所晓得的 各路教 啊 南阳 莱尔佛寺的三神 你要不了解 四十真相 你对他们那个 恭敬心 散不起来 了解四十真相 你才真正升起 恭敬心 真正发心 向他们学习 一生 真正有把握啊 啊 又真结 隐 隐 隐 六一元 真是历史 指此名号 即是 佛之也 这说得更清楚了 什么是真实力 这一句名号是真实力啊 说得更清楚 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 这是祖师 这是祖师大德 这是祖师大德 全程 我 肯定 真实的教会啊 我们把这一句名号 看得一文不值 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会念 啊 自己就不跟你 认为佛法高妙 这一句阿弥陀佛比不上 八万四千发本 错了 真错了我